行政院长苏贞昌周二到立法院备巡 强调台湾与乌克兰局势不同 更应该自我警惕 苏贞昌强调 捍卫台湾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唯有自立自强 自助后才有人助 国军正密切关注无恶情势 严密掌控中共可能的军事行动 屈辱与孤喜 不能患得和平 台湾绝不主动求战 也不会起战 但我们一定积极备战 坚定守护国家主权 民主自由 寸土不让 立法院朝野党团也在开议前发表声明 严厉谴责俄罗斯 并要求政府参与国际社会的反制措施 同时协助滞留民众 并提供乌克兰所需的医疗救援 请国人同胞团结努力 天佑台湾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 张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 反制措断